8月2号周立奇郑一剑出席了第二届港澳定向追踪日启动仪式 郑一剑表示现在住在城里的人大多的时间都在忙工作很少运动 所以要抽出时间来多到户外活动一下是很有意健康的 因为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大部分也是每天都是工作 但是这个也蛮有意义就是到郊外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再找一个下一个目的地 郑一剑表示自己日前的很多工作都被迫停了下来 原因是要等着头发长出来才能进行 我也是机能要很久没有出来也是把头发留长 要等一个广告跟一个电影 因为他们也是等了很久头发长得比较慢 所以要要应该是这个这个月差不多开工了应该有 差不多头发应该 但是之前也是等它留长 因为广告本来是要拍但是后来他看到我的发型的时候 我们再等你留长一点 从小就喜欢玩此类游戏的周立奇表示 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来玩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合得来 现在已经有郑一剑做搭档 希望还有朋友能来加入 在活动现场周立奇和郑一剑还与在场的观众一同开心地玩了起来 红色的位置我们就要去到了 很近的 不近的我们就出发了好吗 好啊 是 好了出发我们就正式开始计时了 我们现在来接着方向 对了 今天要麻烦我们两位排斥 就拿着这个红色盒 就在我们这个方向上面 对了 可以让我们给了我先 对了 我可以 你还记住 我可以 你还记住 好 那我们在这个方向上面 y 还记住 我现在 我们 Steven 我们